曾经,也许,你会因为,一个动作,一个眼神,一次微笑,而有一场美丽的戏后,往往这种无法解释的相遇,我们通常就会定义成缘分,于是陌生就会从中做梗,将自己变得坚持。 初见的那一刻,对方以自己留下了深刻且美好的印象,让他在茫茫人海中成了一个亮点,如果说相遇是一次偶然,那也算是一次必然,他总是没有预期,来得那样安静,那样顺理成章,话虽如此,但有多少人能够做到,那只是人们寄托的一种美好愿望罢了。 兴许当你木然挥手时,只怕等闲便持固人心,往昔渐行渐远,爱情,友情,亲情亦是如此,曾经彼此的珍惜,彼此的关怀,曾经希望的相识,最后都因为渐行渐远而暗去,剩下的只是初见了美丽,人生的期望也随着初见飘向了远方,在灵魂深处永远搁浅,如果时间可以停止,或者, 电视里面一样,有个时光隧道,亦或者,有陶渊明书中的室外陶渊,该有多好? 但往往事与认为,于是大家的选择面对现实,不再期待初见美好,再近依然,而是走进彼此的生活,于是伤感也如期而至,友情不必终老,爱相浮动恰好,人生若知如初见,该有多好? and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by bwd6.7c.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